说这个大陆把块儿漂一样 有的人说漂在水上 那水能拖得住这么重的山吗 有的人说在游离的地漫层 有这个火在拖着它 万一水一火它怎么能拖得住呢 就是搞不懂 现在科学就搞不懂 我们探测到的所谓地心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地漫地壳地心 就这些原来是通过一些仪器 大体上感知的 而它没有使用去看 这个又不符合科学精神 我们所能最看到最深的就是潜水艇 就是只能下到这个马里亚纳海口 就是一万多米 还到不了底 好像这千米 然后人更不要说出仓了 那个压力水的那个深的 这个动物 水底下这个它都是屏幕鱼 就是什么什么它都扁 但是也有不扁 搞不懂 现在科学 就是你这个水底的生物 它又是它的种类数量 又是地上的很多倍 我都没有见过 那个深海的我们没有见过 这个这个森林 原始森林 你不要说亚马逊了 那都是没有人 那很大的 就人类没法居住 你不要说那么大 就那个大西安里 为什么那么多 东北那么多 西安 是吧 都是有迹可寻的 地底下 地心人 西医人 这些都是有拍照 有人证 有物证 有这个录像 一些拿到这个这个专门的部分去演 我们老百姓看不到 还有一些艺能人士 能跟他们互动 包括通过科技 跟他们 一些给一些传达这个意思 艺念 很多时候就 这些东西 我们发现的 还有 就是 除了这个几色人种之外 红色、黑色、棕色、白色、黄色 我们中间告诉中国的黄色 五行那是不全的 然后在安尼斯上面又发现蓝种 还有绿种 它的血液反而是蓝 这都是史证的 这都是现在所发现的 跟原始森林那些野人的那 那都是小意思 冰凉巨人的 在这天空上也有 飞机也能拍到 我们说的是 这是动物啊 还没有说外星人 还没有说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那些高能高灵的东西 秘密太多了 然后 然后 它这个蜥蜴人啊 就是有发现有三 三指的动物 就是人 人形 然后这个 还有两指 跟拖脸一样 但是别的都一样 差不多就那样 这个我们说的不是这个人与动物的结合啊 这个东西 也是打个问号 所以你相不相信 那东西出来就在那 什么射手座 人头马 以前 那不是说上古 是以前的动物 很多面积 但是现在 就是说 很多东西 也是有照 人与动物 什么 乱 除此之外呢 就是 就是 这个 你想这个恐龙 是不是蜥蜴人 是不是像不像 进化来 这个我们也打个问号 2 2 2 3 8 9 5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